12月初的時候有還蠻多讀者 要我推薦來新加坡玩可以買什麼伴手禮 因為我就懶得一個一個回答 我就答應他們說 那不然2024年的時候 年初我拍一個就是最新的新加坡伴手禮推薦 然後我下個月因為工作 就終於可以回台灣一趟了 我就想說大家不如去跟著我 看我真實會挑哪些 不是為了買而買 就真的我覺得很值得買回去送給親朋好友 我買這個 不行 台灣有了 泡麵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拿來當伴手禮送人 因為有些口味就真的很新加坡 像這個牌子大家不是之前狂買 但是我自己個人也有一個覺得也很值得推薦的 就是美肌麵 因為台灣真的很少咖哩口味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咖哩口味的泡麵的話 在晚上吃就特別的過癮 美肌的咖哩麵有三種辣度可以選擇 建議大家選這個人頭包裝的 因為它有兩根辣椒 就已經夠辣了 我覺得東南亞口味算很極端吧 就是喜歡的人就會很喜歡 然後覺得很怪的人就會覺得很怪 但是美肌麵不管湯頭或是麵條 我覺得就既能夠很代表東南亞 然後應該也是很容易被台灣人接受的 這個也很值得買 雞飯辣椒醬 因為新加坡人吃飯就是禮不開辣椒醬 所以辣椒醬在這邊一定是非常有特色的東西 而且也會被做到很好 這個牌子的辣椒香氣跟辣度都很夠 這個如果家裡備一罐喔 佔我們台灣的滷味 真的會吃到停不下來 餅乾零食類的話我想要推薦這個印度炸薄餅 這一次我平常如果吃印度菜的時候 有時候餐廳會先給一小蘭這種炸的扁豆脆片 然後是這幾年才開始出這種像品客有桶裝的包裝 我就覺得很方便很適合送禮 它沒有像洋芋片那麼脆 它吃起來反而是輕盈的比較空氣感的 那我很喜歡它越嚼越香的豆子味 它的口味有多過七八種吧 但我發現每家超市鋪的貨都不一樣 所以大家有經過的話自己找找看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原味但這家超市沒賣 還有這個番茄醬口味的 買了11年我覺得綠蛋糕還是很適合當飯手禮 而且我都買這家的 而且我覺得這家值得買的不只有綠蛋糕而已 它的千層蛋糕還有這個很像瑞士捲的 而且都很好吃 綠蛋糕的彈度根本超越了海鹽蛋糕 它是記憶整蛋糕 不過說真的我覺得新加坡只要在兩個地方 其實就可以搞定飯手禮這件事情 一個是機場 因為機場有超市有新耀章椅 第二個就是霧捷路上面的Design Ultra 這邊有所有本地設計師品牌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旅客你吃的就留在最後一天 你留點時間給新耀章椅跟機場 那紀念品的話就把你一定換來物結束打卡打 就在Design Ultra一次搞定 我這是要買這個耶 它剛好是門面主打 這個是因為我今年在Design Ultra工作才認識的新產品 通常Design Ultra是比較少吃的東西啦 就可能只有在年底聖誕節新年的關係 才會有比較多吃的喝的新的品牌進來 因為我們是有給試吃的嘛 就可能有些衛生的疑慮啊 這個是新加坡傳統的咖啡 就很方便就很像茶包一樣 就泡在熱水裡面就可以喝了 那我會喜歡它的點呢 是因為我覺得它的咖啡味非常的純 就有喝過很多人介紹的那種傳統咖啡名店啊 他們的黑咖啡咖啡 喝下去我發現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會回甘 就是最後在蛇根那個地方真的會有 很像甘草還是很像台灣青草茶的那個味道 就是這樣飄出來 而且沒有加糖喔 還有我會喜歡它的另外一個原因 是因為它的那個濾紙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點敏感 我很容易吃東西 會吃到那個包裝袋或者是那個濾紙的味道 那它沒有 喔還有這個 這也是我在這邊發現 很容易引起大家興趣的東西 這個我已經看了至少有三組 他們看了10秒之內就決定要買下了 這個是新加坡很有名 他們的傳統娘惹的花磚 它把它做成杯墊 質感很好欸 而且你看這樣一組 如果你有同事你就這樣買一組 然後一人送一個 而且收到禮物的人一看就會知道 欸?你從新加坡回來喔 而且這種伴手禮最好的 你丟在行李箱又不佔位置 而且收到的人又很實用 新加坡是一個很多顏色很鮮豔的國家 所以你們看 我們的明信片 這樣是一套六張 這個放在桌上或是貼在牆上 你看到就想起新加坡的回憶 每一張都可以代表新加坡獨特的美 今天本來安排了請家去鳥園 但是這邊很欠奏 就不在網路上面寫買票 結果今天早上要買的時候 餵大嘴鳥的活動就額滿了 可是我去鳥園就是為了要餵大嘴鳥 所以就取消 該下禮拜再去 剛剛那個漢堡 它少到我的 這邊因為太大聲了 我聽不到你講什麼 我們盡速吃完盡速離開 現在的漢堡最好吃了 但行程變動 在新加坡是不需要害怕的一件事情 因為這邊太方便了 你如果說缺點就小啦 但是優點就是太方便了 如果上一個行程 KNO MAKING 馬上換下一個 不用30分鐘馬上搞定 今天沒有特別要幹嘛 就輕鬆跟老師約個會 就正好上上上禮拜吧 有一個好朋友來新加坡玩 他就去了幾個比較重要的景點 也有包括新邀章也 而且他是第一次來新加坡 是完全是全新的經驗對他來說 但他就是跟我講說他沒有覺得很好玩 然後他來之前就有看我平常拍的影片啊 他就說為什麼 他覺得可能我有點詐騙吧 他覺得本人到現場 沒有我在影片中那種感覺 所以我聽了就覺得感觸好多 然後我就這幾天 就一直跟老師在討論說 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因為看了一分鐘我覺得這幾盒 很狀況很好看啊 如果我來這麼多次還是覺得很好看 任何況是那些第一次來新加坡 那你這樣會不會有點老王的嫌疑 你們真的有仔細看過這些樹嗎 如果你們有仔細看他 他不會跟你說話的 你不會覺得他們很無聊很不好看 你問我們兩個不準的啦 因為我們兩個個性就是那一種 有去一個我們沒看過的地方 是一個我們沒做過的東西 吃一個我們沒有吃過的食物 我們兩個就是有那種 賺到的感覺 就好像經驗汁 又有 又是一家十一年來第一次吃的餐廳 好美喔 好美喔 我怎麼會到現在才第一次吃啊 謝謝 我們兩個的菜好吃的 很好吃的 會有媽媽的味道喔 那我們就不要點兩個man 我們不要點三個man 我們就點兩個man 跟一些starter 什麼 什麼 一些starter還有什麼 什麼 炸豆腐啊 個白雞啊 這樣就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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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辣椒醬太好吃了 好辣喔 我大概知道你講什麼 我都忘記葛白蒂是這個味道了 真的好像脆的春捲 葛白蒂我不要外面那個小金杯 因為 有一滴滴 感覺油包味 我需要更多的辣椒醬 可是好可惜喔 如果那個小金杯沒有油包味的話 這樣搭配起來超好吃的 你還會有差很甜喔 又甜又辣喔 炸豆腐的醬好像肉架的醬喔 是不是很好很香啊 所以我平常不吃的肉架是這個醬嗎 沒有啦 就接近 那我真的錯過了很多東西耶 不是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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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大蒜的味道 酸酸甜甜 好好吃喔 對啊 很像台灣的炸蝦捲或炸肉捲 我要沾回肉架的醬 雖然你們有什麼做功課跟研究 但我們前面三個完全沒有地雷 飲料點對了 好解膩喔 好好喝喔 嗯 這個是荔枝跟檸檬草 Soda 這是Vai the Wum 它好厲害喔 它的煮飯好好吃喔 謝謝 這個是乾的拉薩耶 豆腐 哇 炒成乾的又是不同的味道喔 那個整個醬料味道更濃縮 這好濃喔 哇 每个香料好明显喔 你只要配鱼板 你要配鱼板 为什么拉萨就是要吃鱼板 拌鱼豆腐好吃很多耶 我以前真的是好讨厌拉萨喔 我现在好喜欢拉萨喔 我以前很喜欢拉萨 因为你就不吃拉萨 我真的很对不起你耶 我害你这么多年没有吃拉萨了 我有吃到破萨了吗 还没有 他中了化骨年长 快点吃 这个汁我等一下一滴不剩全部打包 回家明天我要自己门饭配 很好吃 我好开心啊 我觉得我要冷静一下 因为我只能吃太快 吃到好吃的东西都会这样 而且我自己吃东西的习惯很奇怪 如果前面一直吃那个feel没有来 没有觉得哇哇哇 我就不会再继续点甜点啊 还有什么 但是如果前面感觉all feeling good 我就会想要试他的甜点 就有信心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想要吃甜点 所以这些我可能要慢下来 或是打包 可是有些人喜欢吃虾 虾的粽子 然后吃都不能粽子 好吃 嗯 我爱吃一点口味的味道 哦 那我知道为什么 我会觉得这家很好吃了 这家的coconut没有很重 你不觉得每道菜 对 这个也没有很重 那个也没有很重 怪不得 诶 他的brada这个真的很好吃耶 你也吃得出来齁 不过快快快快特别吃 好好吃耶 里面好多纹路哦 好细致好松又好脆 又有奶油 那个酥油的味道 刚刚你后面的也是点了咖喱鸡 没有要拿饭 然后加brada 所以 所以大家来吃咖喱鸡 一定要吃brada 好美哦 哇 哇 你也知道我是传统 骨子里是很传统的人 我就是喜欢吃传统的蛋糕吃 我最不喜欢吃到整块蛋糕 全部都是mousse那一种 哦 这个就是 我真的是老人耶 我好喜欢这种啊 带一大块奶油 我旁边都没有奶油 但是 你喂 啊